今天想講一下血壓這件事 血壓高平時一個人應該120 上壓下壓80就是正常 幾個月前有些人覺得 應該140、90都是叫做好 沒什麼事 我想大家觀眾應該知道 就是你自己本人應該是多少 你要自己知道才行 好像平常一個人 如果你是年紀小的 不是很健碩 你平時那個女人 中國人、亞洲人 她可以80幾90都可以 下壓60幾70 這個血壓對那個人是平常的 是沒有事的 如果你突然飆到120、130上壓 下壓90以上 對你來說那個血壓叫做高血壓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本人 應該是多少 它的改變高了多少 你要自己知道 你才知道有些事不妥 就不要等到暈 頭痛 吼 或者眼花 整個人 或者是無法呼吸 有自己的 肌痛 心胸不舒服 不要等到那個時候 或者半生不遂 或者說不到話 這些是很遲的表現 那你最好就是自己 要跟醫生讀一讀 叫醫生幫你讀一讀 你的血壓多少 這個普通事 一年起碼一次 你如果到21歲 都沒有讀過 就應該去讀一讀好些了 哪個人才會有血壓高呢 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是由遺傳下來給你 好像說你爸爸媽媽有 你爺爺阿公那些 上一代他有 你要自己要 很早就知道 你家人哪個有這樣的情形 他有沒有心臟病 血壓高 半生不遂 這些東西 你知道就對你有益 很多時候 如果爸爸媽媽有 即一邊有 你的機會大約有百分之四十 但如果爸爸媽媽兩個都有 你的機會差不多是75% 百分之七十五 那在情形之下 就不要等 你有事你才自己檢查 你要早些 就找醫生幫你檢查 其他的百分之二十 哪裏來呢 有很多時候 如果你說我自己在外面 雙風咳 我自己吃藥 好像馬王啊 瓶星啊 或者其他那些藥呢 你所謂補藥 可以令你血壓高 所以這件事你要小心 還有有些人呢 就是雙風 或者敏感 他買些藥噴鼻啊 那你搞到噴了鼻之後 血壓又高的 那些VIAGRA也好 其他那些 如果那些男性吃那些 那些 阿哥 叫做他們的 吃了那些藥呢 血壓又高的 所以如果那些血壓有時 那些藥你不可以吃的 要 高那些藥你不能吃的 那你一定要跟那些 自己醫生談一下 知道你的血壓是控制到 低番才可以吃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平時的食保藥都是 一定要知道 它的來源在哪裏 其他問題 好像甲狀腺問題啊 其他不妥的東西 尿道的事啊 你都是知道 它的來源 那些要抽血啊 做很多事情才知道的 所以不是 有很多自己怎麼做呢 說我可以減肥 鹽呢不要吃那麼多 煮飯的時候 加少一點鹽 運動 這幾樣東西 三樣東西很重要 就是你不看病人 都可以做的 多謝大家 共給面子 看我健康與你節目 看完之後 不要忘記 按一按 這個登記你的自己的名字 我以後有些什麼新的典集 可以立刻通知你們 多謝